欢迎收看自然简单 我是思考老师 那今天我要上的是 九年级国山的地科 目前的进度呢 讲的就是日地月的相对运动 这个单元是比较多同学 很容易头痛的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一堂课保证把你教会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月亮 那月亮就是一轮明月 高挂在天上 非常的美丽 对月亮就有很多那些遐想 对一些迷思 那月亮跟月球一样 月亮就月球 月球跟地球一样 它都是本身不发光 不发光为什么会亮呢 是因为太阳光照射到月球 反射过来的光 所以变得是月亮看得到 晚上看得到很明显 因为它是反射太阳的光 那月球呢 它是地球的卫星 它是绕地球做逆时针公转 你会发现这要背对不对 月球是地球卫星 这不是问题啊 绕地球逆时针公转 逆时针公转 这等一下跟你讲怎么记 由于月球太阳地球的相对位置的改变 所以月球就会有一些 阴晴圆缺的一些状况了 好 看到这边来 记得通通都是逆时针 什么意思呢 我们月球绕地球公转 月球绕地公转 它是逆时针公转 对不对 然后地球怎么样 这个没有改造 这个字忘记改造 这是地球自转 它也是逆时针方向在自转 然后地球绕日公转 也是逆时针公转 所以记得考试的时候 考到地科的时候 讲到什么月球 绕地球公转 或地球自转 或地球的公转 通通都是逆时针 逆时针 不是顺时针 好 那农历除一呢 看不到月亮的时候 称为树 或是星月 树跟星月就表示说 月亮看不到 在农历除一的时候 好 农历或初七或初八的时候呢 会看到月球的西半边是亮的 就称之为上弦月 上弦月的日期啊 在农历 是农历哦 不新历哦 不是国历 是农历哦 农民历哦 农历的初七跟初八 叫所谓上弦月 它就变得是 西半边是亮的 右边是亮的哦 好 再来 到了那个农历十五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看到的是满月 它是月圆 整个月亮都出现了哦 称为旺或满月 那到了农历二十二二三的时候呢 会看到月球是东边亮 东边亮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 应该是属于 左边亮的哦 它是属于下行月 叫下行月 所以稍微记一下哦 初一看不到月亮 称为树或新月 那十五的时候呢 它是旺或满月哦 那再来 农历的初七跟初八那个时候 它是一半亮的哦 称之为上行月 那在农历二二跟二三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半亮 称之为下行月 一个是西边亮哦 上行月是西边亮 下行月是东边亮 来跟你讲为什么这样子哦 然后怎么去记忆它 好我们看这个图哦 这是我们的地球在自转的一个情况哦 然后呢 这边是朝向太阳的方向 所以是白天 这边准备进入到晚上 所以是傍晚 到这边刚好是午夜 五月十二点 到这边准备要清晨的 就是要准备要天亮的 所以地球这样转嘛 然后这边是白天 这边是晚上 老师跟你讲 怎么学这种课程 很容易学 来 这个是我们的月球 就是橘子哦 那这月球刚刚又找了一颗新的过来 因为有一颗被师母吃掉了 我说你怎么吃我的月球 他说你干嘛吃 怎么是月球的 说这我的教具哦 然后当它是月球 好这是月球 这太阳光 我把它打亮了 够亮了 好来 你看哦 当太阳这样照射月球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地球的位置呢 在太阳的在月球的后面 就是你这样看太阳的时候 会发现太阳阳光很亮 所以看不到月亮 这样知道吗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 月亮有出现 但是你看不到 就称之为新月 所以随着 随着你在这边转来转去 跑来跑去的时候 月亮在这边都没有动嘛 但是你看不到月亮 因为白天的阳光很强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的是 虽然这边是黑的 可是你白天很亮嘛 你看不到它那个黑点啊 所以就看不到月亮 等到月亮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农历初七初八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现在这样放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一半是亮的 一半是亮的 一半是亮的呢 就称之为什么 上行月 那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地球去看它 等到了 这样就是满月 因为从晚上这边看月亮 就是一颗 圆圆的是发亮的 叫满月 那到这边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也是一半是亮的 一半是亮的 所以就是属于下行月 在移到这边的时候呢 又看不到月亮的 就是星月 所以会随着时间的不同 那月亮就有所谓的阴晴圆圈 它一个月就绕地球一圈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老师跟他讲的 太阳光将照射过来 所以当月亮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在初一的时候 白天这边是白天 这边是晚上 白天阳光都很强 所以即使月亮有出现 但是你看不到 因为阳光很刺眼 太阳的亮度太亮了 亮到月亮都看不到了 所以你看不到月亮 当月亮走到这个方 走一圈是一个月 当月亮一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从白天开始看不到月亮 到这边的时候呢 到中午的时候 中午12点 或许有机会看到月亮 所以你会发现 很好玩是说 上行月呢 在中午12点过后 就有机会看到 在那个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 东升西落的 所以它的东边呢 有可能看到月亮开始冒起来的 一直到傍晚的时候就发现 它的这个上行月的月亮在头顶 头顶会有一颗月亮 上行月 然后到晚上12点的时候 它就落下了 这个上行月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上行月 在初七初八的时候出现 好 再来什么是满月 这边叫满月 所以你看 你在这边的时候是白天 白天到这边的时候 月亮在这里 月亮在这里 你在这里 你从这里到这里 就看不到月亮 因为它在地球的后面 对不对 当你转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看得到了 因为月亮从哪边起来 月亮从西方开始 东方升起了 不是东方升起了 月亮从东方开始升起 它是一轮明月 从东方准备要起来 满月的时候 在农历十五的时候 到五月十二点的时候 这个月亮在头顶 就很大一刻在头顶 然后到快要清晨的时候呢 月亮就在西方落下 这是满月的情况 那下行月呢 在这个位置 你看 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已经在落下了 那到这边傍晚的时候 你看不到 看不到月亮 因为它在这里 到五月十二点的时候 发现了 下行月月亮 准备从东边开始升起了 一直到清晨的时候呢 这个下行月呢 它在你的头顶的位置 然后到中午十二点 你就看不到了 因为它又下去了 所以你看发现 怎么去记忆那个上行月 你会发现在上半夜 这是五月十二点 这是中午十二点 这个是白天 这边是晚上 所以只要在那个 五月十二点以前 看到的月亮 都属于这一代的 就是它从上行月 准备走到满月的这个阶段 如果说你是在那个 下半夜看到的 就是过的五月十二点 才看到月亮准备要升起的 就属于这个阶段的部分 所以看到这一半亮的 发现在五月过后看到的 它属于下行月 可以这样做判断 会比较容易判别 那上行月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属于那个 我们的方向是东边在这边 由西向东转 所以左边是东 右边是西 你会看到这个上行月 就是右边亮 但它是西边亮 西在这边嘛 这边是右边亮 到下行月的时候 我们人会转过来 就是我们人是跟地球 一起这样转过来的 比如说我们的头朝这个方向 那这边是西 这边是东 太阳光这样照过来 所以变成东边亮 所以它是东边亮 但是我们这边是左边 所以是左边亮 所以你这样记得 上行月的时候呢 是西边亮 右边亮 下行月的时候呢 是东边亮 左边亮 这叫下行月 那注意哦 在初一的时候呢 月亮看不到 因为太阳光很强 所以看不到月亮 那满月什么时候看得到呢 满月在这里 要月亮走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从傍晚开始 就会看到月亮 从西边 跟着东边 从东边升起 因为我们是游西向东转 所有东西都是东升西落 东升西落 东升购乌台 刚才没关系 东升西落 所以 它从东边升起 然后西边落下 所以 从满月的话呢 会从傍晚开始 看到月亮 从东边缓缓升起 一直到5月10点的时候 满月的月亮在你头顶 所以发现你在 中秋节烤肉赏月的时候 你在那个六七点 准备那个食材的时候 你看不到月亮 它在东边 准备要升起 烤肉到那个 差不多八九点的时候 月亮就在那个 45度角 那个位置 就差不多升到这个位置 你考虑考完完 考虑到快12点的时候 月亮刚好在头顶 假设你跟朋友 彻夜未免在那边聊天 满月的时候聊天 到清晨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月亮准备在西边落下 因为这时候 已经从这边转到这边来 要看月亮准备从西边落下了 这就是满月的情况 这样没问题 所以它在考一些时间点 你要稍微记一下 什么时候 遇到什么时间点 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是太阳光 这样照射过来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边是白天 很明显 这边是晚上 这边是白天 这边是晚上 所以这边是从清晨开始 这边是中午 这边是傍晚 这里是五月十二点 当月亮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月亮走一圈 是一个月 这边是初一 这边是初七初八 这是十五的时候 这是二二哥二三的时候 所以在农历初一的时候 月亮在这个位置 你从清晨的时候 可以看月亮就在这边挂着 但是你看不到 因为阳光很强 到五月十二点 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月亮在你头顶 你还是看不到 因为太阳光很强 到傍晚的时候还是看不到 因为太阳光还是很强 所以初一干嘛看不到月亮 所以初一是没有月亮的 你看不到它 主要是因为阳光很强 它都在这里 但是你看不到 那如果说月亮走到这边的时候 变成初七初八上显月的时候 你看 你从这个位置 一到中午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月亮它会从东边缓缓升起 可能有机会看到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太阳的一个光线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白天看到月亮 就是因为它属于这个阶段 这样子知道吗 白天有月亮 有时候看得到 因为它在这一带看得到 所以你从中午十二点之后 会看到月亮 从那个东边升起 到那个傍晚的时候呢 傍晚晚上 那入月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月亮在上面的位置 而且它是那个西边亮 在你那个西边亮 右手边是亮的 它是因为太阳光的照射问题 好 再来 当你入月的时候呢 这个上显月它就下去了 所以你看 上显月什么时候出现 中午十二点开始 从东边升起 到五月十二点的时候 从西边落下 什么时候在你头顶 傍晚的时候 上显月在你头顶 好 再来讲满月 当月亮走到这边的时候 是满月 满月就是农历十五的时候 是满月 那你会在什么时候看到呢 你会在傍晚的时候 看到月亮 傍晚会从东边看到月亮 它缓缓要升起 到了五月十二点的时候呢 月亮在你头顶上 满月 很大一颗 在你头顶上 到清晨的时候 发现这个月亮怎么样 准备要稀落下去了 因为是东升稀落 那如果是下行月呢 给你讲 傍晚看不到 为什么 月亮在这里嘛 看不到 走到五月十二点的时候 看到月亮准备从东边升起了 所以下行月 它会从五月十二点开始看到 从东边升起 到清晨的时候呢 这个下行月会在你的头顶 什么时候落下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它就落下了 但你也看不到了 好 这是那个月亮的情况 记得 初一叫新月 或树 看不到 那十五叫满月 或是旺 那 除七初八是上行月 二二跟二三是下行月 绕一圈是一个月 那地球会直转这样子 好 这样有问题 这指的就是我们那个 月亮的一个行程 好 月亮阴晴圆缺的行程 好 这个时候一个示意图 就说 我们地球本身呢 要绕太阳做公转 那月球又绕着我们做公转 那地球又会自转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 月亮的一种阴晴圆缺的现象 因为这个甲角是五度角 所以才会造成说 有时候会有月时 有时候会有日时 那时间都不一定 好 再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日时 什么叫月时 来 先介绍这个日时 当太阳月亮地球 他们呈现一条直线的时候 在地球就有可能有机会 看到日时 是有机会 因为那个是角度问题 不是每次都有 但是有时候会有 也不是每个地区都有 是有些地区有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是月亮的影子呢 月亮的影子投影在地球上 我们就看不到太阳 这时候就称之为日时 所以当月球走到这边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发生日时 那当月球走到这边的时候呢 因为太阳光照射过来之后 地球的影子 有可能会遮到月亮 就会造成所谓的月时 所以日时会比较短暂 那月时的时间会比较久 因为这边走过来是比较久 就晃过去是比较快的 不是比较快 是说对这个点来说 这个这边的人来说 他的时间是比较快过去的 那因为这边的时间就比较长 所以他就会月时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看 什么时候会有日时 初一的时候 所以农历初一的时候 才会有机会发生日时 那什么时候会有月时呢 月亮要走到这边呢 所以是十五的时候 农历十五的时候呢 才会有机会发生月时 换句话说 月时不会发生在初一 因为不可能发生 月时一定要怎么样 月亮走到后面 被地球的影子给遮到 那这一带就所谓什么 十五的时候 农历十五的时候 日时也是啊 你必须要月亮走在这个位置 在太阳月亮地球 成一条直线的时候 他的影子投影在地球上 才会所谓的日时 就是这边的人啊 他看太阳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月球的影子挡住了嘛 所以造成这个日时的现象 这月亮 太阳很大一颗 他看不到太阳 为什么 月亮挡到 月球挡到的 所以日时然后发生在 这个时候 月球移到这边的时候 初一的时候 有可能会日时 那月球移到这边的时候 是农历十五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会产生月时 那关于那个日时呢 我们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全日时 一种就是日偏时 一种是日环时 来 在这个A的这个位置呢 他是完全就太阳这样子 下来被月球给折到了 叫做所谓的日时 就完全日时啊 太阳就是黑掉了 就不见了 突然又出现了 那这边叫日偏时 所以这两个是属于日偏时的情况 就是太阳会稍微暗一些些 但是他不是不见的 他是稍微边暗一些些而已 还是有太阳 但是亮度会变暗 就是所谓的日偏时 日全时是说他的太阳是完全看不到的 那像这样子呢 如果月球离地球比较远的话呢 照然这样的现象 是所谓的一个日环时 所以他必须要月球离地球比较远 所以照然日环时 那B跟C一样都属于日偏时的部分 来我们看一下 日全时呢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太阳都完全被不见 那这一层的光芒 就是那个太阳的外层的大气 日环时就是这一圈 有点像那个 人家说是上帝的戒指 因为刚好天空中的一个 一圈是亮的 有点像戒指在天空上一样 所以日环时有人称之为是上帝的戒指 这所谓的日偏时 这个是台湾日时的一个日环时的情况 台湾的日环时 台湾会有日环时 刚好在那个嘉义的时候 有发生过 这是台湾的日环时 在2020年6月21的时候呢 台北是看到日偏时 这是刚开始发生日时的时候 你会发现后来嘉义呢 会出现一个日环时的现象 那台北刚好看到日偏时 只有这边没有被遮到 还看到太阳 然后太阳这慢慢就是月球又移走了 所以又看到这个太阳又出现了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日环时的一个情况 那这也是一个日环时的图形 日环时非常的美丽对不对 那这个是日偏时 日偏时的情况 那这个是日环时 我说上帝的戒指就是一圈 一圈帮什么东西来 像这个就是一圈 这是日环时 所谓的上帝的戒指 非常的美丽 日环时 我也希望可以看到一次 有机会来去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 这是形容月球轨道 跟地球轨道的一种运转的情况 这是我们的地球 可以看到这个月球的一个变化 有时候是星月 就是看不到月亮 有时候是满月 有时候上旋 有时候下旋 为什么会有阴晶圆圈呢 就是因为那个太阳的角 那个月亮的角度 在移动的时候 跟我们地球相对位置的一个问题 像这个就是绕一圈 就是一个月 那我们跟月亮的夹角 是有五度在 所以造成一种 有可能会日时跟月时的情况 那月亮呢 它都是一半亮一半暗 它会绕地球这样做公转 绕一圈就是一个月 那我们 这是地球看着月球的方向 刚好月球会自转 月球自转的速度 跟绕地球公转的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变成说我们都看到 月亮是同一面 这是发生那个月时的现象 就当这个 这是太阳光照过来之后 月球准备移过来了 这是本影区 所以当如果它进到半影区的时候呢 就是所谓的一个半影 半影 半影月时 那走到这个本影区的时候呢 就称之为月时 所以这个时候是半影月时 到这边就产生了月时 就月亮就不见了 被本影给撑住了 从这边出来之后呢 又是一个半影月时 这个是一个月时的一个状况 它是因为被地球的影子给遮到看不到了 如果走到一半到日片时 像这个就是半影月时 它的月亮的亮度会变暗 但是月亮还在 所以在半影区的时候呢 出现了月时叫半影月时 它的亮度会变暗 但是呢 它那个形状没有被吃掉 如果是那个月时的话呢 它就是整个月亮就很明显 慢慢慢慢就消失了 这个是形容这个半影月时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时的情况 这太阳光从这边照射过来 这个地球的阴影区 所以这一带都是暗的 但是呢 它的全暗地方只有这一带 所以当月球从这边走过来之后呢 到这个本影区的时候呢 它就是月时 那月时发生的时候呢 又发现月亮点带红色 所谓的雪月 为什么这样子呢 是因为光线折射问题 我们看下一个来 像太阳光呢 这样照射过来之后呢 因为红色光线的折射角度问题 所以造成这个月全时 看起来会是红色的 也是传说中的雪月 就是说红色 月亮本来是被全时 那看到了月亮颜色 它却是呈现红色的现象 这是所谓的月全时的一个情况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潮汐的问题 这是月球 不是太阳 这是月球 月球因为距离地球比较近 所以在地球自转的时候 它会带引那个海水 这是海水 会因为这个月球的引力关系 而造成那个水的分布的不均 所以这个现象就称之为潮汐 这是个潮汐的现象呢 海水涨到最高 就称之为满潮 那海水涨到最低的时候 它是干潮 最高叫满潮 最低叫干潮 所以记得最高不是高潮 最低不是低潮 它指的是满潮跟干潮 好 再来满潮干潮的一个差距 就称之为潮差 潮差是垂直的高度 那涨潮到最高就是满潮 退潮到最低就是干潮 这个上下的界线就称之为潮差 那在那个岸边的话呢 这一带就称之为潮间带 指的是涨潮到最高满潮到最高 跟干潮到最低的时候 这个这一带就称之为潮间带 那大多数的地区呢 每天都会有两次的涨潮跟退潮 大多数都是啦 那从满潮到满潮 或干潮到干潮 我简写说满到满干到干潮 那称之为潮系的周期 就是满潮到满潮是一个周期 干潮到干潮又是一个周期 那平均的周期呢 是12小时又25分 你会发现不到 是超过一天 一天20小时嘛 一半12小时 所以会超过一天的一半 再多25分钟 对不对 所以每隔一天呢 同一个时段 你看到的满潮或是干潮 它平均会延迟50分钟 因为每天会有两次的 大约会有两次的涨潮 就是满潮跟干潮 那因为每个周期是12时25分 乘二之后呢 是二四十五十分 这五十分是地延的 所以变成说 同一天同一个时段 比如说你今天中午12点 看到是满潮 每天过来看的时候 就要几分过去看 12点50分的时候去看 为什么 它会地延 平均地延大约是50分钟 这样知道吗 好那位置不同的话呢 每个地方的涨退潮的时间 也会不大一样 这是一个月球引力呢 跟太阳的一个示意图 当月球在这边的时候 太阳在这边的时候 它是日地月乘一条直线 那这条直线呢 有可能是发生在初一 像这个是初十五啦 月亮在这边 太阳在这边 日月亮 这是太阳 太阳在这边 月亮在这边 当日地月乘一直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容易引起大潮 就是海水涨得比较高 那如果说呢 月球一到这边的时候 上下行月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海水的涨退潮 就比较满潮干潮 都没那么明显的 会比较稍微低一些些 那所谓的小潮 那小潮是说 它的引力呢 因为月球这样子吸引 然后太阳又这样吸引 所以导致那个海水的涨退潮 没有像之前的这么明显 称之为小潮 那如果说月球在这边 或月球在这边 这是新月嘛 看不到月亮对 月球在这 或月球在这的时候呢 会容易引起大潮 因为当你日地月 乘一直线的时候 引力会比较大 海水的那个涨退潮幅度 会比较大 所以要称之为大潮 好那海水涨退潮呢 是受到月球跟太阳的 引力的影响 虽然月球的质量 比太阳还要小很多 但是因为月球距离 地球比较近 比较近 所以对我们的海水影响 引力的影响就比太阳还要大 那渔民就会按照这个满潮甘潮的依据呢 去做他们的一些 要捕鱼呀 要出海呀 一些注意呀 好 这就是以这个农历的 来去做推算 他的满潮甘潮 那每逢树旺的时候 什么叫树 就是农历初一旺 十五 农历十五的时候 日地月会同一条直线 这时候在太阳引力 跟月球引力的影响下呢 他的满潮水位会更高 那甘潮水位就更低 所以这样的潮潮会变大 就称之为大潮 那在上下行月的时候呢 日地月是成垂直的一个关系 那月球太阳的引力呢 对海水的影响就比较小 会造成的所谓的小潮 那个潮叉就变小 叫小潮 这是一个月球跟地球引力的一个示意图 好再来 那台湾潮叉最大的地方呢 在台中港 它平常的潮叉大约四公尺 就是满潮跟甘潮的高度 可以到四公尺 那大潮的时候呢 可以到六公尺 这蛮多的 这是那个每个地方的一个 涨退潮的情况 就是会因为这个海底地形啊 海流影响 所以涨退潮 那个潮叉都会不大一样 好像这边的话呢 你看潮叉最大是台中港 可以到四公尺之高 如果淡水港对下来 就两公尺左右 对不对 那有些像高雄港 就潮叉比较小 基本上潮叉比较小的 比较适合做 做那个渔港 就不会受影响 因为潮叉太大的话 有些因为可能潮叉很大 变成说它需要满潮的时候 才能够进港 甘潮的时候 那个都河床裸露了 没办法进来 那个船就会吃水 会撞到那个胶底去了 所以那个潮叉不要太大 是比较好的 那潮叉太大的话 就要变成 要挑时间入港 好这个是离岸流 这是课外补充说明 什么叫离岸流呢 比如说海水呢 在这样冲过来的时候 海浪拍打过来的时候 会到这个离岸流 会这样流过去 所以当你在海边 吸水的时候 同学要注意 海边吸水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 你在这个方向一直游不回来 因为你遇到的是离岸流 这时候你就要往这两个方向 去游过去 再游回来 做逃生 不然你还是游不回来 会游到筋疲力竭 还是游不回到岸上 而受到一些生命的威胁 所以当你不知不觉 遇到离岸流 你发现说 怎么游都游不回来的时候 而且越冲越远的时候 你就想办法 先往两侧去游走 逃生路线 往两侧去游动 再往这边游回来 就比较有机会回到岸边 就是离岸流 有时候他还看得出来说 他那个海浪的波浪 就没有这么明显 但是有时候 不容易观察得出来 像这个就有一个影片 给同学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